時間帶您聚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掌權十年來對中國最大的建設是什麼呢 習近平自已認為是讓中國人脫貧 然而根據一位長期派出中國的外媒記者 他觀察中國的低端人口 不但一點都沒有少 那麼究竟中國的脫貧攻堅 是不是真的取得重大的成功 來看今天的王浩時間 各位觀眾大家好 最近習近平大事宣揚 他當政十年來的最大攻擊 就是讓中國人脫貧 消滅了中國的貧困人口 那中國對於貧困人口的定義 就是平均每戶的人均月收入 低於300人民幣 這樣的人在中國被消滅了 但是中國總理李克強說 中國還有6億人 平均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幣 那實際上根據一些中國官方的研究機構 這個數字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中國有6億人 這個每月的收入人民幣 大概在1090元以下 6億人 中國14億總人口 那然後2000人民幣 2000人民幣以下的有3.6億 也就是在1000到2000之間 3.6億 真正每個月超過這個2萬人民幣的 大概只有70萬人 也就是說整個這個中國的情況 從收入來說 70%的人口是每個月平均收入不到2000人民幣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中國有一個很大的所謂低端人口的族群 那麼正好最近這個八旗文化出版了一本新書 這個書叫做低端中國 是一個美國人寫的 他是長住在中國將近25年的一個記者 做了大量的對於中國低端人口的調查報告 那所謂中國低端人口 當然主要是指那個月收入 低於1000人民幣的那6億人 那其中主要都是農民或者農民工 當然也有一些城市的低端人口 那這本書裡面最主要講到的 所謂中國的這些低端人口是中國的二等公民 那麼他們雖然是中國過去30年來 經濟增長的主要的動力 或者說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剝削這些人而完成的 但是他們實際上跟中國的所謂高端人口 或者中國人口收入中最高的20%的收入差距 卻越來越大 那這樣的一種狀況為什麼會造成的 是什麼樣的原因長期造成了這種中國的貧富差距 和這個農村人口不能夠真正的脫貧 那這本書做了比較詳細的解釋 那我們今天請複查 這個八七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 先來跟我們談一下這個問題 好 那這本書的作者叫做羅古 中文名羅古 英文名叫做Roberts 那他是商業週刊在駐中國的社長 那後來這個雜誌被這個彭博收購以後 叫彭博商業週刊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探討這個中國經濟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學者 也是美國的一個媒體人 那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走訪了非常多的中國的巨大的地理空間 然後也採訪了高層的經濟政策官員 也採訪非常多底層的一些百姓的人民 包括本書主題就是農民工 那他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說中國的經濟 中國式的資本主義之謎來自於幾個元素 那這個元素就是我們副標題已經講出來 就是土地跟農民工 就是說你必須從戶籍制度 和這個中國的特有的土地制度 來解釋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來能明白中國的這個經濟為何發展那麼巨大 然後以及現在中國經濟為何可能會陷入危機 無法危機 這是這個說的觀點 特別是為什麼這個貧富差距 經過這三十年反而越來越大了 對 沒錯 沒錯 就是他作者這本書 我覺得是透過他實力的考察 以及他提供非常多的案例 還有一些政策分析跟數據分析 所得出的一個結論 對 但是對於他的戶籍制度 這個問題基本上中國幾百年來就有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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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也有戶籍制度 那中國的實行的戶籍制度是毛澤東 1949年以後就執行的 那這幾十年來有些什麼主要的變化 對 中國的戶籍制度 我們一定要追溯到1958年的歷史 就58年的時候 中國通過一個戶籍管理法 把全顧中國的人口納入一個戶籍制度當中 那這個制度當然就是 其實中國不新鮮 因為從秦漢的編戶齊民時代 就已經開始了 那當時更嚴苛 當時是每五家就被編在一起 然後完全是編戶齊民 所謂齊民什麼意思 就是民被整齊劃一地歸納在一起 而且有連坐關係 對 連坐關係 沒有個性 沒有個人的東西 完全是被齊平狀態 這就是中國的戶籍制度 那從58年所建立這個戶籍制度以後 主要就形成一個 把中國的人口分成兩個對立人口 就是二元對立 就是一個是城市人 一個是農村人 然後這個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經驗非常多 像石板明夫和王浩大哥都很清楚 就是中國的戶口是分成農業戶口 跟非農戶口的 那很多人不太懂得說 非農是什麼 對 非農主要就是城市 對 那然後農業人口跟非農人口 它背後有一套整個的管理體系 比如說農業人口 你就是可以使用土地 但土地不是你的 那不可以享受城裡人的各種福利 那城市人口呢 當然就是沒有土地 土地都是國家的 但是你擁有一些特權 所以說在中國長達 這個幾十年的發展當中 就是用 按照作者觀點 就是說用了一半的中國人 這個用農業革命的方式 用這個剝奪農民的方式 然後來成就了中國的 城市的工業化發展 那這個就是 這種二元化的對立管理當中 把整個中國人 完全分成兩塊的一個結果 對 但是這種戶籍制度 對於農民工來說 就比較特別的嚴厲 對 就這些工人 當然現在統計數字 中國大概有兩億五千萬 到三億的農民工 經常性的 他們可以在各個城市工作 對 但是他沒有這些工作城市的戶籍 對 他有臨時居住症 對 臨時居住也是後來才出來的 對 他這樣的 就是早期的時候 中國是不允許這些農民工 離開鄉村的 可是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 城市需要巨大的 這個勞動力人口的時候 所以就被迫或者是不得已 讓他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 但是戶籍制度沒有改變 所以他們是以帶著農民的身份 到了城裡去打工變成工人 所以他是一個 是臨時工人 對 是個臨時工人 然後他們是一種 就是什麼 就是經濟身份已經是跟工業相關了 可是他的政治身份 還是一個農民的身份 去打工 然後這個情況下就變成 他到農城市以後 他不能享受城裡的各種政策 比如說你要居住 對 你要醫保 醫保 你要孩子 要教育 要就學 完全不能夠像城市人一樣 使用城市的戶口本 去行使這些特別的權利 那麼他們就遇到一個巨大的一個盤撥 然後必須返回農村 或者以一種非常變動的方式 在城裡邊去生存 所以這批人呢 三億多的人口 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個農村和城市 這樣一個二元對立結構當中的 一群游離的 然後被國家忽略的 或者說被兩套管理體系 都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那麼一批巨大的存在 好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你 在 brick 牧